主料,面粉200克,辅量,花生油,盐,花椒粉,猪油,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面粉加水和成柔软适中的面团,浸15分钟,改成一张大圆饼,均匀抹上花生油和猪油,以及花椒粉,分成等量的剂子,改成薄饼,抹上一层水,再下上一层芝麻, 中火把锅烧热,滴入几滴油,放入面饼,盐制两面金黄,OK,烹饪技巧,一烙饼的面要软,二放入油是为了几层,三,改好的面饼上涂抹一层水,是为了更好地沾住芝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